有了嗎 有了嗎有了嗎有了嗎 今天懶得用手機聽了 應該聲音是ok的吧 哈囉大家晚上好 各位 跟大家親愛的粉絲們 拜個早年 祝大家恭喜發財 紅包拿超多 然後父母不會沒收 假設你是要發紅包的年紀 你就發少一點這樣子 大家一定要發大財 ok ok就好 ok ok 音樂也ok吧 音樂應該ok吧 換音樂 上禮拜運氣很好 上禮拜跑出 自動也有跳出Lemon 但是沒有被跳版權 這禮拜喝水 配9.9 水 哈囉大家好 賢賢好 喔 TV 咒男好 哪歐米好 阿如好 陳恩安安 賢賢安安 C2 感謝 馬上首發贊助 30塊 感謝你 有 可以 我有看到 你約到哪個女生看電影 約到是好事啊 但是也不用太高興啊 因為記得一樣要 要記得獎品心態就是 就是你們就是正常的互動啊 那 相處的來 那就順著下去 那所不來 你也不用特別高興 就是他不是施捨你 約到看電影不是一個什麼 就是說好像你被他認可了 你不需要得到他的認可 那就只是你們的互動之一而已 就展示你的魅力這樣子 我要講喔 因為今天正馬騎也在 正馬騎是我心意的學弟 而且是 幾乎是跟我同一間店 非常巧 對啊 但是我們沒有 不是在同一個時間 就是我以前在心意訪問 石牌明德店 明德路98號 但我做得很差 做得非常的差 然後 對 是很差啊 我幹嘛講這個主題 然後他 他算是優秀的仲介 對 有人第一次看我的直播 哈囉 大家好 晚上好 我音樂基本上都魔王魂啦 然後啊 你就打魔王魂 Piano 你打英文應該也會出現 然後 大概就那幾首 我之後再把它那個 做一次整理 因為最近也有一些 蠻喜歡的音樂 都是魔王魂 因為像YouTube影片配樂 大部分都喜歡那種很chill的 那種 那叫什麼啊 chill step 那種音樂 但其實我沒有很喜歡那種音樂 就是說你平常你的Vlog內容也沒有很修 你幹嘛配那種音樂 我覺得不配一些鋼琴的 其實我內心是很喜歡鋼琴樂的 我剛跟女友分手五個小時前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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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内心会比较安静 为什么不去 为什么去心意不去永庆 其实我的房仲经历非常特别 但是很少数有待过心意 也待过永庆的人 那这个有多特殊 是你要待过心意才知道 这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永庆房屋不可能会收 心意的人 但是那时候我从心意离职的时候 永庆有找我去面试 我说我以前待过心意 他说没有关系 但我不是去当仲介 我是去做一个很奇怪的职位 但是后来那职位又不录用我 超奇怪 就是那个面试过程 就觉得我一定是稳上了 就后来不用 我还蛮 我生平第一次面试完 因为面试完 我觉得我一定会上 然后就出国 大概一两个礼拜 后来就准备要上班 结果 怎么没有发off过来 后来才打电话过去 第一次打电话 就说 请问 有要去上班吗 然后说有一些 出了一些小状况 但是还是很想要我这个人才 所以他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 但是我觉得差很多 所以后来我在那个部门待 其实真的要讲 我第一天我就想走 第一天我就想走 然后后来是撑到了 不到两个月 我就到大金 也是缘分 跟女友分 我没有跟女友分 是那个有有有 那个粉丝跟女友分手 台阶 房屋仲介打很多人会觉得说 一个当一个业务 或者是当一个房仲 或者是把妹 什么要很会讲话 其实真的不是 因为其实世人认为的会讲话 可能跟你想象的会讲话不一样 因为真的要讲 尤其是男生 男生都很喜欢讲话 尽管你口才不好 但是人都会有表达的欲望 但是大部分人其实口才真的不好 所以大部分人只会表达 就是他的政治立场 就只会骂一些政治的 基本上这是最 最怎么讲 最初阶的表达意见的方式 就是表达你的政治立场 但是不管怎样 我也是谈政治啊 谈生意啊 其实真正会做生意 或做业务人 不是说啊 我一定要用气势压倒你 还是 我要口若悬合 其实真的不是啦 真的不是 不是说当业务要很会讲话 我们又不是在卖蛇的 来看哦 我这只爪哦 来哦 怕怕哦 不是真的不是 业务 特别是单价越高的业务 房地产算是总价很高的一种业务的形态 你面对的客户 基本上通常都是比你社会力量高很多的人 通常啦 尤其是新义房屋这种公司 收的都是菜鸟 那我们其实都是靠公司的品牌 所以其实我们都很乖 我们都很乖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 至少我自己啦 我比较多的真的是在做服务 因为这种卖房这种事情 不可能靠一张嘴来卖房子 因为 很多人买房子是把他的一生都压在你身上 所以你真的要很 接受恐惧 因为你中介当久其实会有一点麻木 说你就差五十万有什么不加 但五十万可能是他一年的薪水 不吃不喝薪水 但是我们当中介就说 你再加个五十万再加个一百万 其实那时候有时候也觉得说 自己的价值观是麻木 不管人家说 房地产因为是总价很高的一种商品 所以真的时候我们卖的是人格 是一种信任 那很多客户是跟我看很久的房子 不是因为我很会讲话 我很会干过 这真的不是啊 就是说你一个正确的认知要有 你才会做对的事情 对 然后 然后再来讲说 房仲成不成实 我直接讲啦 在在仲介 仲介业 因为 买方 所有的客人 无论买方 或客人 就会说 房仲的话能听 死都可以吃 这是最爱讲的吗 就是仲介都不诚实 但是我可以直接跟你讲 真正不诚实的DOMA是客人 我们仲介是最诚实的好不好 对不对 因为其实仲介有一个很大的艺术 其实当房屋仲介真的是一个超大的艺术 房屋仲介的艺术在哪里 怎样才能成交 这几乎是Machine Impossible 你要让买方觉得买便宜了 你要让卖方觉得卖高了 而且你中介还要在中间拿到服务费 这三个基本上是没有交集的 有没有看过那个 三元 他基本上没有交集 但是你就要想办法弄到交集 这就是房屋仲介恋的地方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确需要一些业务技巧 但不是说谎 因为卖房子不能说谎 但是你的确因为人性很贪 然后房地产交易金额又太大 所以你必须要用很多业务技巧 让买方觉得他没有买贵 你不一定要让他觉得买便宜 但至少你绝对不能让他觉得买贵了 你一买贵 他可能会气一辈子 他会恨你恨你一辈子 就是你害我买贵了 或者说卖房子就是你害我卖便宜了 所以房屋仲介的业务技巧很重要 那是一种服务 倒不是骗人 哈喽感谢五九龙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加冰块 房市战争要和股市一样 我没有要哭啊 我为什么要哭 对啊 我可能想比较远吧 但是我真的是这么觉得 就是 因为我做业务我自己啦 我业绩真的很差啦 比正马其差啦 真的比他差很多 他还可以做到四百多万 好像再做三百多万嘛 对啊 一年做三百多万很烂啊 超烂啊 但是我真的对客户真的是用心 我自己觉得啦 有的时候 有客户跟我看了两年的房子 是同一个人 然后其实很多业务不会带这种客户 因为就是 他就是所谓的 C买 C买 因为买方也要分A B C嘛 A买 B买 C买 那我就属于C买 就是说很多人带过他看房子 那就是每次看都不买 那有些业务就会认为说 这客户就是不会买 他就看好玩 但是我的时候 我可能也这样觉得 但是因为我业绩也没有很好 然后我总要做一点事情 我想说 我也跟他们聊得来 然后他们就是在银行上班 玉山的 玉山的 然后我也是带他看十几间吧 但最后真的要买 其实我有吓到 所以我以为他不会买 反正我也没差 我想说我就耗时间 我业绩也不是很好 所以最后要买 然后后来还要 然后那屋主还在那边哭 你知道真的很烦 当房众也很烦 屋主在那边哭 说这是我的乞业务 我真的很舍不得 我想要干你娘 你妈已经卖到了 就是这个区域最高价 还在那边哭 说这个房子我真的不敢 还要再加五十万 他才要 怎么办 真的会哭给你看 你也没办法 你不要再装了 他真的哭给你看 怎么办 对啊 那只好 就是跟买方讲说 你真的喜欢 就是说 屋主那边还要再加多少 就客户真的跟你说 因为你 因为我 其实我可能他也在唬我 但是我真的就感动了 我就很容易 走新的一个业务 他说是因为你 阿伦 我才加五十万 其实五十万 对一个银行的乡里 至少可能也是半年的薪水吧 其实那时候真的会觉得 我干嘛 做这个工作 我会觉得很烦 其实我都觉得很烦 感谢杨俊维 哦原来讲的 那flip vlog讲的很对 其实 你当义务还有一个重点 不是要说谎 但是你要会打针 就是说 因为基本上那种闲人 说你 我跟讲 你只要买房子 你跟你朋友讲 他就说你买贵了 你卖房子 他就跟你说你卖便宜 就是人都见不得人家好 所以其实是要打针 说这个因为 我们今天的成交 这个比较敏感 你要想办法跟他打针 叫他不要跟亲朋好友 讲你的价格 对不然他们很容易会反悔 他反悔 看他们个性 有时候会找你麻烦 真的很多人会觉得说 哦 再把你三百块 感谢 就是说 因为他听了 一定有感觉 就是 很多人觉得说 我们中介 为什么要收这么多 服务费 很多时候是要拿来 赔钱的 这是要拿来赔钱的 这是要拿来赔钱的 不然就是那种 精神服慰精 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一种精神服慰精 就是说 干你这么击掰 我不送你这个钱 我做不下去 真的是那种感觉 是吗 骑士我在心意的学医 但我还没有跟他碰过面 但他很有才华 他吉他很强 然后他有出过书 出过室内装潢的书 然后现在在如舟的永庆吧 假设你要买 应该如舟吧 如舟的永庆 你可以找他 不但之前也有一点 我可以帮你讲你的生活吗 他后来从心意离职以后 跑去 做一下贷款 就是也会有一点 跑来 因为我也是啦 我就分享一下我 我在心意第一天想离职 就是想离职 但是我很喜欢心意房屋这间公司 我非常爱 我觉得这间公司很正派 我也很爱我的店长 两个店长我都很爱 魏早级店长 还有许一言店长 还有我的师傅 红明吉 还有我的同事 我的学长吴世杰 我的同事舒信豪 白震宏 我跟他们都很好 然后后来我被掉店 其实在心意房屋真的很像在当兵 就是那生活很苦 就是干的吗 就是当兵 然后 然后 在公司帮他创他小 然后大家压力又很大 然后在心意房屋一定会变胖 因为压力很大 然后你会抽烟 然后你会吃便当 吃很多 很不健康的一个生活 但是就如同麦克阿瑟讲 说你今天 我今天怎么这么多 三百 三百的钱 感谢大家发我红包 谢谢 谢谢 我有点问 怎么沽啊 我不知道 我觉得 其实 要看他认不认真 啦 有人问说房屋怎么沽的 那贷款其实也就打给店头 然后就问说这个大概可以沽多少 感谢全职YouTuber 你是全职YouTuber 不是年收三百多万 是年业绩三百多万 心意房屋很血汗好不好 你三百多万 他才给你八% 你帮公司赚三百万 他给你二十四万 他把二十四万分给你 剩下两百 七十几万是公司拿走的 不要想到 你们房仲很好 转齐还好不好 但是 心意房屋那种方式是养帘 啊 啊 感谢感谢 今天怎么那么多 付费载 對啊 一七三百多万是很烂啊 很烂 很烂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一七三百多万在我们十排那边 也没有到那么烂 大概就是 五十 就是说 好啦 零到一百 大概五十%下面 但也没有到后面 但是真的很烂 真的很烂 我在心意房屋年薪都没有破百过 反正是做日本房地产才有破百 对啊 做日本房地产才有破百 然后 啊我以前在心意房屋就很 羡慕那个 红树林店 可以这样讲吗 我正马齐就在懂 就是说 我真的要讲 不是我在勘托啊 十排的房子 真他妈的 有够难卖 因为他现在到盧州 应该知道 我觉得盧州应该很好卖 我十排那边真的是很难卖 为什么 第一他很贵 第二他房子很 破旧 就是说 十排房子都是那种老公园 可是说 异常的贵 然后 买房都是怎样 买房 其实他的财力只能买 北投 官渡淡水 但是 他又认不清现实 他就要买十排 你懂吗 其实买来骑十排 会想要买天母 就变成很尴尬 就在十排 真他妈有够尴尬的 好 我在勘托啦 但是因为后来我就 离开了心意 我就有见四面 我觉得说十排 真的是不好卖 你说我到大金 我有比较认真吗 我觉得还好 但我业绩就很好啊 我业绩就是很好啊 我就很好卖 我就站在风口上 所以说 你没有成功的话 其实不一定要怪自己 很可能你只是 不是飞猪而已 因为后来 我卖日本环境场 我就是一只小飞猪 就不敢站在风口上 然后 我虽然是一只猪 我就飞起来了 然后当youtube也是啊 我觉得 其实我也没有很厉害 但是 就飞起来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 真的要沉稳一点 吃胖一点就不会飞 北部房价是真的很高 可是有时候比较欣慰的 因为我房仲离开得早 就是台湾的房仲 所有 我敢保证 所有跟我买过的房子 他都是赚的 尽管那时候 我卖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刚进行 因为这马期 是比较晚期的 我刚进行的时候 文林北路的房子 一平才22万 而且没有人要买 然后什么自强街啦 什么那个都嘛 十几二十几万 那个也没有人要买 后来都变成五十几万 那是超夸张的 我就觉得说 干 那个就是不值那个钱啊 但是就会一直有人买 然后现在讲的是 我刚进行义的时候 其实我运气很好 我第一个礼拜又成交很神哦 这几乎是神童啊 我进行第一个礼拜又成交了 但中间有一些秘星啊 我不能在这边公开讲 但是我就是一个神童 所以大家都很看好啊 那没想到后来做这么烂 然后我要讲什么 然后后来我就一直 开始摆烂 然后中间也一直想要离职 但是呢 我就还是撑下来了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离职啊 就是我成交了第一件以后 我就有点觉得说 好像也不难吧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我是2008年7月1号进行义的 然后大概7月 就是我生日前 我7月16号生日我就成交了 根本就是神童 但是后来大概到八九月吧 2007年 那个次贷就发生了 然后2008年是雷曼兄弟 那时候都不知道 可是 就算你没有在看国家大事 其实仲介不一定会有国际事业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说 没有客人 真的没有客人 就是说 没有人要买房子 因为通常还是会有一些 我们仲介都会一直看橱窗客 然后店长还会监督我就说 诶 其实要轮流 因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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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後來真的沒有一個月裡面幾乎沒有出床課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也蠻會心的 而且那時候我發生了一件事情 很無聊跟房屋中心沒關係 就是我在家裡面喝酒 喝太醉了然後我整個摔倒 我自己摔倒 應該是姿勢性低血壓 那時候我喝了一瓶超高的 那種很高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種胖胖瓶的海尼根還是百威 就比這個還高的那種巨大瓶然後我就喝完 然後我就直接睡覺 然後睡覺好那喝這麼大瓶想尿尿然後就站起來 因為我比較高嘛183嘛然後我就直接 那我不知道喔我後來醒來以後我覺得 怎麼這麼濕我就好像躺在那個水裡面 我覺得說好濕喔 看不對 幹是我的血 我躺在我的血泊裡面 我想幹我怎麼會流血 我就走到那個浴室去看 我想喔幹我這邊破了一個洞 多大大概 至少10塊錢那麼大的一個洞 然後我覺得 那個時候感覺好像看到骨頭應該沒有啊 那是幻想但是我就 我就想 幹你娘 我這邊破了一個超大的洞 然後我再看一下 這廁所嘛 我應該是這樣摔 然後先撞到 門框然後再直接掉到地 倒在地上 然後我就看了我想說 幹我應該在做夢 我第一個人說我在做夢 我就捏著 然後我就繼續睡覺 大概躺一分鐘沒有 我沒有在做夢 然後我就一個人 就騎車去麻雞醫院 然後就瘋 然後隔天還是去上班 但是呢 我要講的重點 不是說不要酗酒 而是後來 大概過一個禮拜以後 我沒有聲音了 聲音消失了 就說我跟客戶講 你好 我是西方的阿倫 很不舒服 就說 我的聲音很洪亮 但是那時候我幾乎講不出話來 那時候真的是很絕望 然後我還去 榮總 去照那個 那個叫什麼 猴鏡 很奇怪 你要從 它是一種內飾鏡 那是從鼻子裡面插眼鏡 然後就看我的身帶 然後就哇幹 我的身帶好像 雞掰喔 兩片在那邊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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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鷹唇你知道嗎 然後在那邊晃 哇 然後醫生就說 沒有事啊 你的聲帶沒有事 我想說 可是我講不出話 然後 真的也是 跟客戶有關 後來我就跟客戶講說 我都沒有聲音 然後客戶跟我說 你要不要去整集看看 我後來真的是 死馬東風馬 以後就去整集 然後那時候我去整集的時候 那是在室裡 然後那個醫生啊 他就這樣 看我的病歷喔 這是我的病歷 他就這樣 近視超深的 一個那媽近視大概一萬度吧 野洲人 我說 有 有什麼事 然後我說 醫生 我講話講不出聲音 然後他就說 講不出聲音 那你怎麼知道要來這邊 然後我說 我的朋友跟我講的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你 來對地方了 我想說 哇 他的氣勢超旺的 後來就幫我整 其實很快喔 大概一分鐘就整完 然後再來就拿一個奇怪的東西打 真的 當下整完 我的那個Value 就電視 100%嘛 我本來只剩10% 整完大概變成40% 後來大概再整三次就好了 對就很神奇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 暈塵壞掉 我給大家看一下聲帶 真的 而且 而且 而且你要看自己 因為醫生會叫你講話 你會這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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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大家看 不然大家覺得說 幹 豪倫很下流 但是沒有 真的很像 英純 有沒有 嘖 這樣有沒有看到 很像吧 真的很像 你說哇幹 我喉嚨裡有一個英純 有沒有 很像吧 不是我在幹 很像 你要看你自己的才像 這邊的都不 因為這邊都示意圖 這都是 這個很像啊 這超像 等一下 幹 你們就看不到 幹 超級像 超像吧 超像吧 超像 超級像 呃 幹 我喉嚨裡有一個英純 哼 哼 哼 我已經拿五百萬了 你不用抖一下嘛 剛才誰說拿五百萬 我們看 哼 哼 沒有 隱體的影子 哼哼 好我不講啦 我不講 因為我一直把我的直播 全部都是男生的直播 好然後我到底要聊什麼 就我當仲介騎 當的一直當的很不得志 你知道嗎 就說你看 我 我想我是 天生奇才嘛 一進 中介 就是一個禮拜就成交的 天生奇才 後來就 就很弱啊 就是 就是 笑餅 然後我的時候 你知道嗎 而且在心意房屋啊 你 根本就沒有 天亮回家過 你回家永遠是深夜 就是會有 會有那個蠶 跟蟲的叫聲 那種感覺 好了沒有啊 都是沒有 但是那種感覺 就 一定是 那種感覺 其實有時候會很悲傷耶 就是說 你就要一直鼓勵自己 感謝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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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輪的直播越來越多元了 全體觀眾 黑人問號 大家 我到底 看了什麼 就覺得很悲傷 然後 你覺得人生很剪腳 很Q感 然後 我那時候就是騎車嘛 我一開始是騎那個SVMAX 大家有看過SVMAX嗎 又懷骨 懷骨人 那時候是張震 張震代表就是 什麼忘記鎖了 什麼中柱忘記鎖了 我那是我大學買的 我超愛的 SVMAX 一開始騎這個嘛 SVMAX 看得到 SVMAX 可是後來 因為到那時候已經變成 六七年的車 然後大家就嫌棄我 所以我就換了一台 那個Jockey 就是很芭樂的那個豪邁奔騰 結果一個禮拜就被偷了 一個就被偷了 你還要 兇宅的經驗 我記錯了 欸還蠻還蠻很便宜耶 那才六七萬嘛 現在摩托車的很貴 那才六七萬而已 就被偷了 其實蠻悲傷的 然後那時候當中間很衰啊 還會車禍 但是都小車禍啦 然後 回家真的是 真的是很愛傷 就是會 唱歌激勵自己 唱吳宗憲的 吳宗憲的 吳宗憲的 然後真的這樣唱自我激勵 然後 我還記得有一次 是情人節 然後 那時候店長不知道 心情很好 還有說 欸 今天大家早點下班 那天七點就下班 七點下班真的超高興 超高興的在心意房間七點下班 那個我們是 神一般的待遇 心意房間還有什麼 然後 大家 大家都喜歡放颱風架 我很喜歡放颱風架 然後 在心意房後颱風架 你知道怎麼放嗎 就是好 一句那個人事行政局 風很大的話 會放 但是大家有看過那種 就是 像 之前常常放那種 空包蛋的嗎 那種空包蛋在心意房間就會把你叫回去上班 就是 沒有雨啦 要不要回來上班了 就要回去上班 在心意房間不是這個樣子 我那個年代啦 但是現在不知道 會很幹喔 因為以前 那個年代的我們 一個月休假是 四 天 半 應該是四天半還是五天 我忘記 但為什麼有四天半 反正因為很奇怪 不是四天就是四天半 不然就是五天啦 就是 周休一日 然後有一個禮拜可以休兩天還是一天半 一天半是上休 上休 就是你下午再來 真的是很變態 那什麼什麼鬼生活 但是後來心意房間一直在改啊 後來 我離子以後聽說都是休七天 而且後來也都改成什麼 十點上班 以前都好像是什麼 八點半啊 九點去上班 然後上到十一二點再下班 真的是不是 人幹 我要去一下廁所 給你們 欣賞一下 優美 人類智慧的結晶 也就是廣告 颱風天還有人看嗎 我等一下會來講 感謝 請你 要不試試看 你 你 要不試試看 你 要不試試看 我 你 還是 - 賣Premiere沒有廣告 對啦,Premiere好像用印度人嘛 剛才有人說到說颱風天還要看房子 那個時候因為換個屁股就會換個腦袋啦 所以那時候我以一個員工的屁股 然後用員工的腦袋想是真的很擊白 想說,幹颱風天哪有人要看房子 因為我現在不是仲介 我講話想 的確颱風天是看房的好日子 對啊,因為你平常日是休假 你平常日要上班嘛,你怎麼看房子 那你颱風天沒事的話,你可不可以去看房子 而且台灣的房子真的蓋的不好 所以很容易漏水 那你要知道一個房子有沒有漏水 你最好的方式就是颱風天過後去看有沒有漏水 所以颱風天的確是看房的好日子 所以你現在還在中介業的話 然後你主管講這個話有點不爽的話 你忍耐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只是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幹,管你是好,我想要休假 但這事情 最核心的源頭 我認為是房中業過勞 應該說台灣我覺得所有的各行各業都過勞了 那種過勞是我覺得華人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認為要用這種拼的那個 但是你沒有產值啊 你沒有產值啊 你只是用時間 用所謂的根性去耗 現在我是不認同 我認為一個人 現代的人 應該要有充足的睡眠 廣泛的興趣 然後比較靈活的思想 才可以創造更多的產值 我們不是那種代工的年代 然後用拼的 我認為現在這個年代不能用拼的 要用更有智慧的方式 然後類似魔法師的方式 把它極大化 我現在的感覺是這樣子 喔有人講 颱風天還願意來看房子 可能真的也是誠意買房 這也是對 因為有人說颱風天不想看 但你可能就沒有很想要買 你今天真的 就是要買一間房子的話 我覺得颱風天你更要去看 因為這個最好測試啊 這個最好測試說這個房子到底好不好 漏水喔 漏水喔 漏水真的很麻煩 有時候 這個不能講太多 漏水是房中葉一個很大的 秘密 對這個我沒辦法講 我怕有人聲的問題 當過仲介人才知道 漏水是一件 很麻煩的事情 很麻煩的事情 那你講透了 你最後就不會想要買房子了 基本上我認為啦 台灣所有房子都會漏水 因為台灣人根本就亂蓋 根本就亂蓋 這次我去做日本房地產 我才發現說 台灣人真的是亂來 就是你房子蓋到會漏水 真的是有問題 日本人就不會有這種事情 這沒辦法講 漏水的事情我不敢講 這個牽扯的東西太大 而且我也不一定懂全部 但是我要講 漏水很麻煩 而且漏水在台灣會很 好 我就來 因為我前面已經喝三瓶了 因為我剛從 感謝我舅上 感謝我舅上 感謝感謝 今天喝的是9.9 然後我再來之前 還喝了一瓶 粉紅色的9.9 沒看過吧 然後再喝了一瓶那個IPA 那個我在微風廣場喝的 然後就到這個 這個樣子 房仲不是都可以在外面爬爬 那麼爽 十一二點下班才剛好而已 你可以試試看看啊 就是 騎趴趴趴趴了 你有時候會覺得很悲哀 這是我要講的 因為我剛當仲介的時候 那個時候只有 Windows的那個 智慧型手機 我都是頭緒法 一直玩那個 那叫什麼 什麼泡泡球的 類似的泡球 就是這樣消了 很煩欸 因為以前 的觸控是 電阻式的 還要用那個 這樣拔起來 用那個筆在那邊搓 不像現在手機這麼好 很痛苦欸 而且我家裡 電頭很遠 有些人的確會回家睡覺 但是我那個時候 沒有辦法 不要把仲介想這麼爽啊 因為 尤其像星翼或永慶那種 有給你底薪的 而且星翼跟永慶 永慶給的底薪其實還蠻高的 都是五萬塊嘛 他不會給你好日子過的啦 他給你五萬塊 他不會給你好日子過的 你不要想要爽爽的領 你領不到的啦 你一定要 公司是一個營利單位 他不會讓你爽爽的 他不會讓你爽爽的 拿那個錢的 我原本幾號啊 幹我還忘記我原本幾號 232791吧 S232791 S232791 半夜管理員有沒有上班 半夜管理員會上班啊 但是我也不喜歡跟管理員聊天啊 我覺得我 就是不適合當仲介 然後蕭玲呢 蕭玲呢 蕭玲呢 蕭玲在零五萬 那媽你們這些新衣的新人 那媽有夠爽的 我們那年代是 離職賠三萬七 不是離職零五萬 我覺得蕭玲好像真的是很先進耶 他以前是比較老思維 就是說啊 我辛苦用你啊 有什麼栽培 所以你提前離職 你要賠三萬七 那蕭玲好像突然想通了 他說啊 你留這種沒有心的人 不想賠三萬七的人 你不如給他五萬塊叫他滾 對 所以說 後來新衣房整個改 就是說 你今天乃爵不適合 你第一月零五萬 你要走 你再給你五萬 叫你滾的意思 但是我 我自己是不知道 有多少人敢拿那個錢啊 可能有人敢拿 但是大部分 我覺得會想要中介 不是在想那個五萬五萬啊 三萬七的事情 三七三五四二 三七三 我到底是多少 二三二七九一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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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房仲還去上班時間去半套店 那是你啦好不好 幹 你們沒事去什麼半套店 新人不能提到 然後我現在講 因為大部分 我今天其實主要講的是說 當房屋仲介的優點跟缺點 我覺得第一個優點當然是 當一個業務啊 其實無論你有沒有要把 業務當成你的人生目標 我覺得任何人啊 都要有業務精神 這個很重要啊 無論是要做工程師啊還是什麼的 你要有個業務精神 那業務到底在幹嘛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幫公司賺錢 就這樣子而已 不是說用什麼嘴啊什麼話說不是 業務只有一個目標 業務裡面只想著一件事情 就是幫公司賺錢 那什麼幫公司賺錢 賣服務賣產品 而且在一個合法 穩定的狀況下這樣 我認為在未來的時代 每個人都有這種思維 你不要再想著什麼啊公司要養你啊什麼的 公司不會養你啦 公司沒有必要養你 你一定要把公司餵活了 那公司會把剩餘的利潤分配給你 但是如果你有這種業務的思維的話 其實你會過得很好 因為 當你發現你真正可以幫公司賺錢的話 你可不可以幫你自己賺錢 可以啊 你有這個能力嘛 只是你以前依靠的是公司的資源 但你最會發現 你有這公司 你有沒有這公司資源 你都可以 成交的話 那最後 你經營的是什麼 個人品牌 那我覺得我在信義最大的確定是說 不重視個人品牌 那在信義的人也不會重視個人品牌 因為我覺得信義房屋啊 我很屌啊 信義房屋啊 上市公司啊 蕭敬騰啊什麼的 你開口閉口都是信義房屋 但是我覺得 未來的世界應該是 你要重視你的個人品牌 比如說 你可以 你這個人可以產生的價值在哪邊 而不是 靠著你的公司啊 你是李綠的 你是奧美 你是信義的 你是 什麼中租的 什麼的 大品牌 我覺得年輕人會有這種想法 那這也無可厚非 但是 你外一定要想說 你個人的價值到底在哪 你總不能一輩子依靠著公司的這個品牌吧 公司是很 無情的 講難聽的公司很無情 哪天公司不要你了 你個人的價值在哪 你個人的價值在哪 這個是我 你知道他講 我十年一覺 中介夢醒來在哪 就是說 經營個人品牌很重要 那房仲其實是很好 經營個人品牌 那去看信義房屋那些很前面的人 他們的個人品牌 有些人是置於信義房屋之上 但是為什麼我做不好 因為我的個人品牌是在信義房屋之下 你說我夜周倫 在當中介的時候 我把信義房屋拿掉以後 我是什麼咖 我什麼咖都不是 這一點要去思考 這一點要去思考 今天為什麼人這麼多 因為很多人應該想要去 所以當現在應該還好了 但是我要再講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長期一直會有一種 資源措置的一個情況 那 源自於說台灣的領土太小 然後人太多 然後賺錢的機會其實不多 所以有一個東西好賺的話 大家都會一窩蜂的衝進去 譬如說 房屋仲介 房屋仲介什麼時候紅的 我是整個在裡面的 因為最近中國大陸很遺憾的 有那個武漢肺炎 但是在十幾年前 2003年的時候 台灣也爆發SARS 所以 台灣在SARS的時候 那時候房價是最低一點的 所以2003年政府 推動了一連串的方案 土增稅減半 遺產稅降到10% 所以有一大批的錢 跑回來台灣 再加上美國 2007年次貸 然後開始QE 所以是一個資金行情 從2007年08年開始一直推 一直推 推到大概2013年2014年 所以這走的是十幾年的大多頭 那我是在這個裡面的 那時候台灣的房子 你真的是比 便利商店還多 那這個問題出在哪 我那時候在心意房的同梯呢 有些人是在名片 上面蓋上什麼你知道嗎 牛津大學畢業 那時候其實你會有點奇怪 就是說 也不是說瞧不起 房仲業這個職業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做房仲業 你要去念到牛津大學嗎 你懂嗎 那這就會變成什麼 這是整個國族的 本來說今天有一個人 他到英國受的很高等的教育 但是回到台灣 他真的喜歡房仲業 我不知道 但是從外面角度看 你會覺得說 他也是為了錢 他可能他到學校當一個助理 他可能只能拿到3萬塊4萬塊 但他今天到心意房務至少是5萬以上的薪水 所以變成有太多的可以說是精英的人才 心意房務裡面有很多厲害的人 為了那個薪水 或是公司許諾尼未來的薪水 大中華去經營的人 有太多的人才擠到房仲業裡面 那這其實對整個台灣是不好的 不是瞧不起房仲業 是房仲業 是房仲業不需要這麼多的人才 太多了 這些人才可以去做研發 可以去做科技業 為什麼要來擠房仲業 因為房仲業 許諾給你一個會發財的夢想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幹 這個問題很大 而且包括我也在裡面 只是我不是牛津畢業 那其實這事情一直發生 那最近 昨天還前天 Fu Panda 要罷工 那也是一樣啊 為什麼大家都要去做外送 因為賺不到錢 但是外送的本質到底在哪 你說做外送員 其實你提供的價值是什麼 就是你的勞力 你的時間 那店家也沒有變 真正創造價值的是平台 他靠著資本的力量 他的資本非常的大 所以他當然可以載割 店家也可以載割你外送員 你外送員你可以罷工 但是你罷工 別人還是會送 所以這個最後都是一個資源的措置 我覺得這是台灣一個很大的悲哀 大家去賣蛋塔 我去做房仲 我去幹嘛 大家都是一窩蜂 在台灣很大問題 所以沒有人敢創業 然後大家都去投資房地產 對台灣真的很多高學歷低成就的 這事情真的是很嚴重 然後啊 但是我剛才講的都是台灣的壞處 但是也有優點啦 因為台灣的問題是說土地太狹小 然後人太多 但是有一個優點是很方便 因為其實一樣 你一樣同樣的能力 你去澳洲你會過得很舒服 因為澳洲人 他土地大資源多 所以你的個人能力不用太強 你就可以享受 你認為很舒服的生活 對啊 你一樣是 一樣工作一天 但你在澳洲拿到錢 可能是台灣的三倍四倍 那該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你只能說往好地看吧 就是說台灣很便利 不過現在還好 現在應該比較少人會去當仲介了 不過我覺得仲介還是可以去當一下 就是 你當時已經不會有不切實際的想法 都說阿仲介都騙了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我沒事幹嘛騙你 我騙你我有法律責任的 但是我該做的業務技巧還是要做 第一個 我是為你好 第二個是要保護我自己 因為我時間都花了 我一定要讓你覺得 你買便宜啦 感謝什麼 noi boy 訂閱喔 這是pressplay的會員 從新加坡來台北居住 建立我自己的公司 所以我講一個比較奇怪的 就是 新加坡這個國家很厲害喔 然後我覺得台灣有點想要學新加坡 但是又學一半 就是我講難聽一點啦 台灣人 跟新加坡人 都是媽寶 都是媽寶 我們都期待一個很厲害的政府 但是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 它是一個所謂的city state 就是城市國家 因為新加坡很小 然後加上李光耀 他建立新加坡的時候 他是在一個 生於優漢斯的地方 因為大家知道新加坡怎麼建立嗎 新加坡叫Singapura 就是馬來聯邦成立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英國人 他是透過華人來統治馬來人 英國人真的很聰明 因為他知道說我直接統治馬來人 馬來人會反對 所以他透過給華人利益 然後在華人來控制馬來人 所以馬來人會討厭華人 但真正得利的是英國人 好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反正在新加坡這個地方 過去呢 就一群人聚集在那個地方 但是那個時候 李光耀掌權的時候 然後馬哈迪 應該是馬哈迪吧 他打算把新加坡弄垮 他說啊 反正你新加坡就是一個 都是華人的地方 那我不要跟你好 你就自生自滅吧 所以李光耀在掌權的時候 那時候新加坡其實快垮了 就是一個沒有水沒有電 什麼都沒有那個國家 但是 然後憑著他的意志 把一個國家 他就是一個強人政權 把新加坡弄起來 那新加坡有好有壞 但是因為他夠小 所以 目前看起來他就是 很有錢的國家 新加坡很有錢 而且很 目前看起來都很好 我覺得台灣也想學 但是台灣第一個有點大 然後加上我覺得 政府運作的效率 沒有像新加坡那麼好 新加坡的運作就是非常的完美 一樣是媽寶政府 但是 以媽媽來講說 新加坡這個媽媽比較強 那台灣這個媽媽 也不是很好 然後兒子也做得不是很好 所以就很奇怪 很奇怪 我是希望台灣能夠像新加坡那樣有效率 因為我覺得台灣啊 太多的政府了 就是 台灣這麼小一個地方 為什麼要這麼多政府 我就不太懂 北北基 大家不覺得說 台北縣跟台北市可以合在一起嗎 應該說台北 北北基可以合在一起啊 你幹嘛分這麼多 因為 你只要有跟政府打過交易說 真的要合在一起 因為 你只要一跨了縣市政府 你真的會抓狂 因為又是不同一套規矩 那台灣這麼想 有必要這麼多縣市政府嗎 那外國人覺得起來說 哇 你台灣真麻煩 是不是還抱持著那種 從大陸來的心態 對 效率啦 效率 我覺得台灣真的是沒有效率 就台灣很尷尬的說 台灣有一種媽寶心態 就說啊 政府要養我 但我自己不能 我真正我內心的想法是 anarchy 是無政府主義 就是 我也不想繳稅 你政府不要管我 我也不要理你 我自己內心真正的政治的那個 就是不要政府最好 我是比較極端 是無政府主義者 就是你不要煩我 政府 你不要煩我 對 但是這個事情 不太可能達成 那世界各國都會有 我這種人 就是無政府主義者 就是不需要政府啊 因為你自己知道 一個政府 它不可能 跟企業組織一樣有效率 你一樣的錢 你與其繳稅給政府 你不如自己 來運用 你一定比政府有效率 但是台灣人好像想不通 就覺得 政府要養你 這是不可能達成的事情啊 那 好等一下 他說 徵求哪個地區的房租出建建議三萬元新台幣的費用 信義房 你幹嘛 出租費用三萬元 三萬元你在台灣可以租到很好 你只要要 三萬元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因為你是新加坡人啦 有時候台灣也知道新加坡人有錢 他可能會框你啊 他可能會框你 然後加上我也不知道 因為外國人 因為像日本人來啊 他們都租爆炸貴 因為我以前的主管都是日本人 那台灣當然知道日本人有錢啊 新加坡人有錢 香港人有錢啊 然後加上 你可能是老闆 或是拿公司的錢 他都會租給你比較貴 但也沒差啦 就是說 因為你們可能是短租 有的人可能是租三個月 半年 一年 然後還有附家具給你 可能會貴一點 所以你要多方比較 要多方比較 然後 因為你問我不準 因為我是鄉下人 我是三重啊 我當然會 你三萬塊在三重可以租超好啊 對 但是你會覺得有點丟臉 你看新加坡人來住三重很奇怪 可能還是比較適合住哪 我覺得啦 日本人會住在哪 日本人會住在哪 日本人會住在東門 東門站 我寫在這邊好 我把鏘圓 外國人來台灣要住在哪 我自己覺得啊 不負責任啊 我自己覺得 東區吧 東區 然後 東門吧 東門 我家 外國人到底要住哪 新益區 對 但是這邊三萬塊租得到啊 老實講我也不知道 看你通勤的路線 還有你辦公室是在的位置 因為我不知道你的辦公室是要 還有一個地方 我自己可能想租啦 不是媽媽 但我自己可能會想要 想要 等一下 我現在講我自己的 當Youtuber也蠻煩的 還要刻意強調說我不是業配 有時候我聽別人都覺得很好笑 但我自己也會常常講 我覺得啦 精湛 你說真的要我鐵口直斷的話 那個叫什麼 不好唸 怎麼唸 內湖不行啦 內湖我覺得看他的工作的業態 假設是 信義房 拜訪信義房還是信義區的房子 我自己覺得啦 為什麼我會推薦金展 因為我自己等到我這個房子退租 我有想過我要去住金展 第一個金展的量體大 我直接講 金展就是在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 的旁邊嘛 台北車站旁邊有一棟日生生蓋的 他是50年的地藏犬 那時候我個人認為 他的市出量應該夠大 所以你要租很好租 因為很多人可能是馬來也要出租 我自己猜啦 他有完整的物業管理 那你一個外國人也不想花太多的心思 而且 因為台灣的物價真的是比較便宜 你也不會覺得貴 然後假設你是要SOHO 就是說 你先不要辦公室 或者說你 因為金展也有做那個 商務中心 你可以住在金展 然後他附近有商務中心 你就是在金展裡面 所以上班也很快 假設你不care那個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在日商的時候 日本人不喜歡這樣子 就是說我下班了我要坐個10分鐘 20分鐘的車回家 我才覺得說我下班了 假設你不care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全部都在金展完成 第一個金展有住宅 而且我覺得品質應該不差 再還有商務中心 你可以做你的生意 再第三個 他的交通基本上就完美 就台北車站嘛 你可以坐高鐵 你可以坐積結 然後你馬上就可以飛回新加坡 所以我覺得金展 OK的 試看看這個字 氣氛轉換 我直接講啊 那時候大金啊 大金後來還在香港開 你知道他給 那個員工住的房子月租多少錢嗎 十萬塊 房租就給他一個月十萬塊 我會覺得說 大金也太有錢了吧 一個月才給我多少錢 給你的日本員工一個月住十萬塊房子 然後薪水三四十萬這樣付 我真的覺得說幹 我根本在養你們 可是就是說你 你懂嗎 活在台灣真的是蠻可憐的 金站三萬住得到啊 我不知道 應該住得到吧 你住個小套房 你住個 那個studio 應該是有吧 可以啦 我覺得可以啦 因為在副都心 副都心那邊的 再就講副都心嘛 副都心那邊的 兩房 大概是三萬多塊就有 因為我現在這個房子 大概還可以再住一兩年吧 我只有要想啊 我現在真的是很簡陋耶 你知道嗎 以我的那個 我覺得我真的是很省耶 所以各位我跟你講 你donate我的一毛錢 我真的都是省起來 我不是說啊 我就亂花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是很 超簡樸 我真的可以看 我家有多大 就這樣而已 沒了 我真的覺得很可憐耶 大家知道我剪片用什麼剪嗎 我用電視剪的耶 然後我會覺得 看電視也用電視 就是全部都是 資源重複利用 但有時候也覺得不錯啦 這也是一種 創業就是說 誰說剪片一定要電腦螢幕剪 所以說我一定要一個環形螢幕 或者說雙螢幕 因為我以前工作的時候 是用雙螢幕 我覺得很好用 但是後來 因為我就沒有工作 那我也沒有一個辦公室 所以我把我螢幕都送人 我送給我的鄰居 我有好多個螢幕 但是我現在的套房 我沒有辦法割出一個書房 一個工作室 所以我只能用我的客廳 來剪片 就是說 我的生活其實都在這個空間裡面 有時候真的是很悶 所以我去年有點憂鬱 我會覺得說 我都在這個房間裡面 我覺得好痛苦 但是 這都是你的 自我敘事而已 其實沒有差 你還是很幸福啊 你終於想說 我至少還有一個電視啊 你說在印度那些小朋友 可能連電腦都沒有 我還是很幸福 我就用一個大電視在那邊剪片 什麼都用一個 也是很好的 最後你就會想開了 買巴赫花金 這個有靈性了 我一直覺得 男生會相信巴赫花金 很奇怪 然後 我的時候不是一直講巴赫花金 但是我是給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也跟我很好的人 然後他也是創業的人 然後也蠻有錢的 做IT的 然後 呃 他有跟我講一下感情的問題 但是我跟他說 你的問 因為他跟我說他想要買 別人課程 然後 我也不會阻止他 因為他也不缺錢 然後 但是我跟他說 我說你的問題 從來都不是技巧的問題 也不是你個人條件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 不懂得打扮 或是沒有跟女生聊天的經驗 我認為他都不是 他的問題是他的 情緒太強烈了 他有外表 他也有財富 他也有事業 但是他的情緒的波動 會讓他很混亂 很混亂 所以他會忍不住 他是可以吸引到人的 有些人他 他可以吸引到女生 那女生 沒辦法跟他相處太久 因為他的 那個波動 會讓女生 不舒服 或是他就會忍不住跟女生吵架 他會有一個自我毀滅的傾向 所以我跟他說說 其實你的問題一直不在技巧 或是你個人的條件 你的技巧 絕對是有 然後你的個人條件也絕對不差 那他也知道 然後其實 但是我要講的是 那時候我還沒有喝花精 然後我說 其實我有點心機 我想說 因為我覺得花精對他沒有用 因為他就是一個自大的男人 就是事業有成 因為男生懂嘛 就是我有錢啊 我會創業啊 我有錢啊 什麼花精 什麼 那麼靈性 我才不屌你 這種人 如果讓他喝花精還有用的話 那可能花精有用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試看看花精 就啊 你知道嗎 我用臉書傳了嗎 兩個小時後就下單了 然後隔天他就喝了 然後他跟我說有用 好當然有用 不是說花精有力 他會說是他本來就有研究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 你也會嚇到說 一個外表看起來很剛強的人 或是說 女生你這個人這麼自大 也不會相信靈性的 其實他也是內心有一部分 他在相信靈性的事情 只是他忘記了 然後我剛好 因為一種有點自私的心態 所以你試看看 他吃了 然後跟我說有用 他吃的是橄欖花精 還有松樹還有什麼鳳鮮花 然後跟我講說他的心情 我想說 幹 你都有用了 這個我可能也有用 所以我才開始喝的 所以我才 我自己也覺得我喝花精 你說你要講什麼科學 什麼的 我講不出來 沒有用 但是他對你的靈性的層面 對於你的情緒 對你的po的層面 我覺得有用 尤其各位都是男生 你真的可以試看看 因為男生比較押抑自己的情緒 也是因為如此 我們更應該要相信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年代其實是女人的年代 我們男生其實優勢不多 以前我們可以打人啊 幹你你啊 我把我打死你啊 幹你給我閉嘴啊 敢 你敢 頂撞我 現在不行嗎 現在會被抓去關嗎 所以說不行 我現在男生的優勢沒有 我必須要學習更平衡 跟這個世界相處的方式 那花金可以提供我們一種 更平衡的情緒 花金的公用人 你看我之前的那個 一人公司 我也是一人公司啊 不是花金不是 我還是稍微講一下花金啊 我講很快 花金你要信仰的話 其實花金是一種信仰 那 真的要源自於巴赫 巴赫醫師 那巴赫醫師真的讓我感動 他講的 那一本書 有時候 一本書 你真是一打開 你就會被這個人感動 有有有有 有有有 對啊 對巴赫花金 真的是 你 你就是被感動 你會發現說 這世界不是只有物質 而且你會被一個人感動 花金上 等一下我等他跳出來 感謝感謝 我先講巴赫真正讓我 真的 其實他要念成 霸奇 一開始寫 B A C H 但是因為他是 威爾斯人 所以這個字 用英文念可能是 念霸 但是用威爾斯 話要念成 霸奇 霸切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他 他的人生呢 他的人生 各位可以 借這本書來看 這是新美式讀書館 他是一個 有錢的小孩 他爸爸是 工廠老闆 然後 那巴赫醫師 小時候 他就有兩個志願 第一個是當神父 第二個是當醫生 那這兩個工作 本質都是一樣 都是奉愛 都是為別人付出 只是一個是治療人家的心 一個是 治療人家的身體 但是他爸爸公司的 他爸爸可能是灌老闆 他就覺得說 他爸爸公司的員工 生病都不敢去看醫生 因為沒錢 所以後來他跟他爸爸說 爸爸對不起 我沒有辦法繼承你的工廠 我想要當醫師 可以嗎 他爸爸 也就沒辦法了嗎 就 就讓他去當醫師 那一開始是一個很成功的 醫師 就是現代 那個 歐美醫學的醫師 但是他覺得 不太對 那 到底哪裡不太對 就是說 現代醫學是所謂的 醫 病 不醫人 就是說你 你感冒 C2C2感冒 然後KID感冒 威廉感冒 三個人都感冒 那你們都是感冒 所以我都開給你一樣的藥 都開給你抗主治安 這叫做 醫病 不醫人 就是 我不管你們是誰 只要你們產生感冒的症狀 我都開給你們一樣的藥 這叫醫病不醫人 但是巴赫醫師他覺得說 怪怪的 怪怪的 就是怪 因為醫病不醫人 是所謂的對症療法 但是他的核心的原理是什麼 是疾病 是你的敵人 所以必須要消滅啊 你今天為什麼感冒 感冒是不對的 所以我要消除你的感冒 消除你的打噴嚏 但是巴赫醫師後來覺得說 就是不對 所以他後來看到了順勢療法 順勢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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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尼曼 所謂的順勢療法 跟對症療法 是兩個 不同的事情 順勢療法 就說 等一下 先講對症療法 對症療法 你今天哈球 那我就開了一個 不會哈球的藥給你 你就不哈球 所以你就好了 你就是一個健康的人 這是對症療法的思考 但是順勢療法 不是這樣想 順勢療法是 你今天哈球了的話 那我要讓你哈球的更大 讓你這個病程走完以後 你才會真正的回復健康 這叫做順勢療法 順著你的病程走 所以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考 一個把疾病當成你的敵人 一個把疾病當成是你生命的恩賜 那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相信 花金療法 會把疾病當成一種恩賜 這也是巴赫醫師說的 疾病唯一的目的是 矯正你生命的錯誤 他沒有要懲罰你 他也沒有要怪罪你 你也不用內疚 他是服務你靈魂的一種方式 這個話聽過一次你就會很感動 因為大部分人得病 在想辦法說 為什麼是我 我要去看耳鼻喉科 我要吃藥 就是為什麼別人是健康的 我是不健康的 你覺得你的生命 你先不講生命 你覺得你的身體在跟你做的對 為什麼我這麼胖 為什麼我這麼瘦 為什麼我這麼醜 為什麼我這麼醜 為什麼大家都不理我 你覺得這個生命 每個人都在跟你做對 所以你想要矯正這個想法 那你就開始對正療法 但是順勢療法的想法是相反的 他是醫人不醫病 所有出現在你生命的任何一切事情 都是在服務你 都是在矯正你的錯 他沒有要衝低你 不要想說 幹你娘為什麼我會拉肚子 為什麼會拉肚子 就這樣而已啊 但是現在人就覺得 為什麼我吃麻辣鍋就會落塞 所以我要去吃止蟹藥 真的 現在人小馬基本上就這樣 我感冒了就要去吃感冒藥 那你有沒有想過你為什麼你會感冒 是不是你的生活方式有問題 你的營養有問題 你的美麗有問題 但是正常不會這樣想 所以這是巴赫花金療法最核心的觀點 你要知道疾病是在提醒你 它是一個很溫柔的提醒 是你的身體在幫助你修復 如果你沒有搞清楚這一點 你人生會很痛苦 你會覺得你的生命在衝低 如果你搞清楚這件事 你會覺得你身體很愛你 他所有的疾病都是在愛你 甚至講 疾病以外你會發現你生命所有事情 都是在服務你 這個人為什麼要罵你 這個人為什麼要跟你作對 你都覺得哇 這個人很愛我耶 偏頭痛不吃不行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偏頭痛問題的 但是你有時候也要去想一下 為什麼你會偏頭痛 這樣 你會偏頭痛 不是因為你沒有吃安眠藥而偏頭痛 不是你沒有吃止痛藥而偏頭痛 因為很 我跟你講現代人的想法都是一模一樣 你生病了沒有去看醫生 對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你今天會生病 不會是因為你沒有看醫生吧 如果看醫生 就不會生病的話 那醫生不就不會生病 但是醫生也很會生病啊 所以你今天會生病的原因 不是因為你沒有看醫生 也不是因為你沒有吃藥 是因為他有一個核心的問題 但是你願不願意去聆聽他 你願意去改變你這二十年三十年來 根深蒂固這種想法 你今天生病就是因為你沒有看醫生 你如果能夠轉變的話 你會很開心 你願意去面對你自己 你去改變你的生活的習慣 你去改變你的飲食 你改變你的運動 你才不會對不起你的身體 我去尿尿尿尿尿射 我要去尿尿尿尿尊尿尿尿尿尿尬� donate 還多久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感冒不看醫生都讓自己好 這樣很好 盡量不要吃退燒藥 尤其是成年人 成年人不要吃退燒藥 你要知道阿 你身體在發燒的時候 血液攻擊淋巴球的 就是 你身體攻擊淋巴球的血液是兩倍 你發燒是 你只要不是得奇怪的那種 什麼腦炎啊什麼的 你發燒是一個很正常的免疫反應 也是你在作戰 他關閉所有的能量 他全心 為什麼體會要上升 就是要讓你的免疫細胞 更活化去消滅 結果你吃退燒藥 就很像說 幹我現在打鼓打戰鼓 我現在要打仗 結果幹我的主人 我的主帥 我的將軍 竟然吃了一個退燒藥 把戰鼓打洗了 所以很奇怪 盡量不要吃退燒藥 也不要吃感冒藥 就是你身體在復原而已 我認為啦 然後我再講另外一個數據 就是說 東德跟西德 那時候還沒有統一之前 當統一的時候 他們有發現 德國發現說奇怪 東德的小孩 過敏的幾率是西德小孩的五分之一 只有20% 西德小孩明明就過得很乾淨 東德小孩就是 那時候共產國家就是比較貧窮一點 比較髒 為什麼他們比較不會過敏 後來才發現說 因為東德的小孩 那個時候 他們有類似人民公社的那種機制 就是小朋友都放在一起啦 一歲兩歲就放在一起 就在那邊跑來跑去 然後一直互相傳染感冒 一直發燒一直咳嗽 發燒的時候放回去 然後好了再回去 然後再互相傳染 但是這個時候 然後長大以後這種小孩更健康 因為他們小時候 他們的免疫細胞 一直被那些病毒 給訓練了 因為你的身體 不是一個你以為你的你 你的身體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共和國 它裡面有很多你無法控制的東西 包括免疫細胞 免疫細胞是很訓練的 你太乾淨的話 他根本就搞不清楚誰是敵人 他就會亂開槍 所謂的過敏就是亂開槍 噢乾 乾蝦子 開槍 然後什麼開槍 但是如果他從小的話 他有經過和解訓練說 這個不要開槍 這個真正壞人要開槍的話 你的免疫細胞 才可以正確運作 他就不會那麼容易過敏 過敏就是免疫細胞 過度反應 對阿 對阿 感冒 對阿 吃大劑量維生素C 或者是還有一種更厲害的維生素C 這個 這個很厲害 就是 Liposomo Vitamin C 就是 所以Liposomo 就是他把 因為維生素C 最好的吸收方式是靜脈注射 就是IV嘛 就是把 純的抗抗血栓 注射到你的靜脈裡面 然後讓他跑 他的生物利用率很高 那基本上你口服的維他命C 會有腸道耐受性的問題 所以 正常人大概 在一個小時內 吃超過三千到四千克的話 你就會晒在滾 假設你是正常的狀態 但如果你生病的話 不一定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他是把 抗壞血栓 就是維他命C 包在軟靈質裡面 所以他的維他命C 是可以 一路從你的腸胃道 然後護送到小腸 然後才經過小腸吸收到你全身 所以 據說 據說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的資料是 他的生物利用率是媲美 靜脈注射 這很貴喔 這一包大概要三十塊 他只有一千mg 一克的維他命C 但是 他的生物利用率很高 所以如果你 就是 比較注重的話 可以買這一種 我都有啦 我只吃兩種維他命C 一個叫粉狀 因為粉狀為什麼 因為它最便宜 它就是純粹的 胖壞血栓 第二種就是這種 我只吃兩種 因為最便宜 最有效 就是這兩種 最便宜最有效 這個最有效 然後 不然就吃最便宜 你不要吃那種發泡錠 那個 太貴了 太貴了 一樣是一顆發泡錠 它 一克就一千mg的成本 大概是它的一半 但是它的利用率可能是它的超低 它只有好喝而已 所以你要追求 CP值的話 你就是吃粉狀的 純維他命C 不然你就是吃這種 Lipsomo的 紫質性的 維他命C 自衛並有 莉莉獎 對這個是皇帝內經的說法 下衣治已並 然後什麼什麼 上 時間快到了 沒有我也覺得 差不多要關了 好事都發發 今天直播一個小時半 今天好準時 但是真的生病 其實不要 埋怨啦 人生就是這個樣子 就順順的過 順順的死 無論你健康或不健康 你一定會死 你一定會死 只是早死跟晚死 還有你是快樂的死 還是痛苦的死 檸檬之眼OK 因為 一樣是維他命C 如果你有在 研究營養物鬆品 維他命C 紫質C或者是 所謂的 天然維生素C 或者是從 一顆檸檬 一顆檸檬 因為一顆檸檬 裡面只有 50mg的維他命C 但是你一整顆檸檬 只有50mg 但是這個是1000mg 有可能 比他好 為什麼呢 這要先講說 我認為是訊息的問題 就是說 你的身體認得他嗎 我覺得 但是你身體一定認得檸檬 因為他檸檬 不是只有維生素C 他還有很多的 那個叫什麼 生物類黃筒 他有各種 是一整個航空母隊 戰鬥群 航空母艦戰鬥群 這樣行動 他不是維他命C 是他的航空母艦 但他還有 驅逐艦 他是可以 一連串紅炸 但是這種 營養補充品 他無法模擬那麼完整 所以都要吃 新鮮的蔬菜 新鮮的水果 還有 營養補充品 都要吃 然後我總結 我對房仲的回憶 就是麥克阿瑟講的 就是給我500萬 你也買不走我的回憶 那你再給我500萬也不回去 就是這樣 很苦 很苦 但是開不開心 開心 很開心 現在還是 我現在還是有跟我以前的同事 聯絡阿 包括鄭馬奇 雖然沒有見過面 但我也是 會有一種革命情感 說 你可以在新鮮房 待半年一年的 就會有一種革命情感 這要待過人才知道 益生俊阿 益生俊我以前有吃 我以前吃那個樂益康 但是我後來覺得 沒有 我後來不吃的原因是第一個益生俊太貴了 益生俊還是會死 你怎麼吃他都會死 所以比起益生俊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益俊生 所以益俊生 益生俊 倒不是什麼營養師 就是說你要多吃 可以讓益生俊 存活下來的 很容易 譬如說蔬菜阿 新鮮的蔬菜 新鮮的蔬菜 新鮮蔬菜就是益俊生 就是說 人體 腸道的細菌 它一定有好有壞 你不要想說 我的腸道裡面只要有益生俊 不要有壞菌 沒有 你的腸道裡面 也有壞 就像這個社會裡面會有 好人跟壞人 但重點是它的比例 那你多吃一些蔬菜 水果 好的食物 有機的食物 良好的肉品 放木的雞蛋 它就可以讓你的腸道 維持在一個好的 腸項裡面 就是說你的腸道看起來比較健康 那細菌就會過得很開心 很多人體的東西都是有意義的 很多人說 盲腸要割掉 但大家知道盲腸 有用耶 特別是你在吃抗生素的時候 很多人 他說我感冒要吃 你真的知道你感冒吃了什麼東西嗎 你真的知道你吃了什麼嗎 真正的感冒 尤其你留那個鼻痘眼什麼的 它裡面一定有抗生素 那抗生素是什麼 抗生素就是無差別的化學攻擊 好的也殺 壞的也殺 但是你今天 假設還有盲腸的話 其實身體真的是有它的智慧的 即使你的心就是 哇幹有抗生素來了 它會躲到盲腸裡面 然後等到抗生素過去 它再出來 所以盲腸是有用的 身體沒有一樣東西是沒有用的 即使你看起來沒有 但它是有用的 就這樣 就這樣 S315 這樣很像心意的 好啦 差不多了吧 好再五分鐘 頭好癢 你看 這樣你看下面都是五九龍 本月牌迷 我舊賞 正馬祈 全職YouTuber 五九龍 五九龍 楊俊偉 對 包皮有什麼用處 包皮 這個講得很好 包皮有時候 我先講 但是大家知道 那個龜頭 不是有一個香菇的傘嗎 你知道香菇的傘 你知道為什麼你的龜頭 是長這個樣子嗎 這個很重要 這個超重要 但我今天不會講 對我絕對不會講 對冠狀溝 冠狀溝是有意義的 冠狀溝在所謂的靈長類的陰莖裡面 算是比較仁慈的一種做法 你其他的猩猩 他的陰莖是更暴力的 我覺得冠狀溝還好 有人講對了 有一個人講對了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求偶戰爭嗎 那有一些猩猩的經驗 是擁有封鎖女生陰道的能力 就是說 今天他媽我中出完以後 這陰道直接被封死 沒了 就是老子的 真的有猩猩這樣子 然後 人類的陰莖 至少是 就是說 欸 因為 你有看過那個沸沸啊 或者是其他的動物啊 他們都是 就是 處於那個情況 所以會有那個情況 我不能講太多啊 所以最後會產生這個情況 然後又有衍生的情況 所以還要親來親去 或是說封住什麼的 就是這個樣子 很多人知道 這厲害 這個搞懂 你會比較快樂一點 你可以 不會活在自己的悲傷 你會說 啊為什麼 其實沒有 你就是一個生物啊 你就是一個生物 你體內所有的器官 都是有意義的 已經是一個生物 但被… 你不會覺得 übersa 二 石 泰黴 改了 趕不 人類,我真的要講,我還是覺得人類的女性真的厲害 我今天去聽,啊幹,我今天去聽蔣勳的演講 我都可以聽歪,你知道蔣勳講一句,他就說 人類總是對性之導是非常羞於其齒 但是我們看著自然機的花 結果他的意思就說,花就是植物的性器,他們都毫不掩飾啊 所以我不覺得,就是說我們可以活在一個時候,大家每天出門就漏屌啊,漏鮑魚啊 就跟花一樣啊,但是人類就沒辦法 但是在自然界都是很尋常的事情 為什麼人類不行,人類為什麼那麼迂迴,人類為什麼那麼虛偽 還要讀什麼哲學什麼的,為什麼大家不覺得啊幹,你看我的那個 我是這麼覺得啊 我是講什麼道理,我覺得我超好道理 明天看著就不穿褲子出門 我是模仿花 這沒什麼好羞恥啊 你看花是這樣綻放 我的小輪輪也是這樣綻放 真的是好 剩30秒 今天,哇,好準時啊 女生喜歡花 我看過年,過年我還是會直播啦 大家過年會不會出國 我以前過年也不會出國 過年我看哪一天直播也不知道 24號是除夕,25號就初一了嘛 26號初二,初二回輪家 再看看吧 感謝大家,愛大家 五九龍在大安派出所 露屌 好啦,感謝大家 我今天沒有喝醉 非常高興 拜拜 拜拜 下禮拜會直播啦 我捨不得大家 我都會直播 儘管沒有人看我還是會直播 直播到最後一兵一組 那不是我的 那不是我的 慣張勾理論 那不是我的 請不要慣了 就是出事了 不是我 我只是負責提供這個 理論 拜拜 拜拜 感謝大家 對 記得那個什麼 那什麼 那什麼 精湛啊 還什麼的 你可以在那個 臉書私訊我 就是你有看到什麼物件的話 好不好 拜拜 拜拜 剛來了 下禮拜見 下禮拜見 觀眾公們 拜拜